已经过热保护了 点不亮屏幕了 一点就是过热保护 拿到大江的Action 5 Pro 已经有两周的时间了 我们今天出来找个地方 拍一段它的新手使用导航 为什么出来拍呢 因为我附近的地方都在装修 太吵了 正好找个机会出来躲一躲 现在是开启了人物跟随模式 它的人物跟随很像是iPhone 就是它是通过放大 然后调整构图 来让人物一直处在中心的位置上 所以大家如果是用来做Vlog自拍的话 这点还是非常方便的 拍别人用处不大 因为拍别人你自己可以调整构图 拍自己的话 那你对的位置稍微偏差一点都没关系 它会始终让人物处于中心构图的位置 而且你在预览框里面能看到 它追踪人物的那个定位框 定位框只要是准的 你就不用管了 放心交给它就可以了 但需要注意的是 它会牺牲一定的分辨率 它在人物跟随的模式下 16比9只能拍到2.7K 9比16还好一点 但是如果动的范围大的话 毕竟是画面的放大和裁切嘛 可能那种记录更适合Pocket 这种带云台旋转的相机 外观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前后两个屏 两个开关 一个电源开关 快速切换开关 上面是一个录制简 电池舱在侧面 按一下就往上一推 电池和SD卡都在这 这边是USB的充电接口 PD30W的快充 如果是连接USB麦克风的话 也是从这连接 但是可能要把这个盖拆掉 连接电池手柄 要把这个盖拆掉 底部是这样的一个快拆接口 这是原厂的保护盖 可能是大家吐槽最多的 一个原厂配件了 虽然很轻便 但是拆装很麻烦 这样掰开 然后尽量往下压 对准接口的方向和位置 平推进去 但是你是能感觉到 它还是蹭着边进去的 虽然运动相机都比较扛躁 也比较结实 但是人为的损坏 还是没必要的 弄出那么多花伤的 最重要的是 在使用这个原厂保护盖的时候 除了机身 下面有的这一个快拆接口 侧面也增加了一个 快拆的磁吸接口 但是牺牲的是电池的拆装 那我们买这种电池套装的 带三颗电池的换电池就很麻烦 每次都把它摘掉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 换副厂的吐龙外框的原因 副厂的很多 这儿是可以保留一个快拆的翻盖 或者是这儿直接是楼空的 不耽误换电池 然后在关机状态下 直接长按上面的这个录制按钮 可以快速的开启录制 如果是用快速开启录制方式 开机录制的 它会自动倒计时 三秒之后没有操作会自动关机 然后常规的开机呢 是点侧面的这个开关按键 这就是正常的开机 我先初始化一下 把它恢复到出场状态 下滑进入设置菜单 点击右上角的设置按钮 向上推 找到最下面 有一个恢复出场设置 点一下 这机器我已经用了两周了 所以我们初始化一下 恢复到出场设置 我们先选择一下机器的语言 中文 然后呢 本身是内置一个存储空间的 可以不用存储卡直接录制 安装了存储卡 那它会提示你是否自动切换 手次开机之后呢 它会有这样一个新手的指示导航 可以左右滑动切换模式 第一次使用的话 建议你认真地把它看完 这里我就快速地把它点过去了 然后点左下角的这个录像的小图标 可以切换工作模式 拍照 视频 超级夜景 人物跟随 慢动作 如果你不方便用手来切换拍摄的话 可以短按我们的开机键 拍照 视频 拍照 这个快捷按键的模式切换 都能控制哪些的功能切换呢 我们可以在菜单中设置 从上下滑菜单进入到这个QS快速切换设置里面 这里有这个快速切换键的设置 一个是是否要语音提示 这个可以建议保留 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下 是不是用这个快速切换按键来切换屏幕 如果点击上的话 它会在前后两个屏幕之间一键切换 默认是两个屏幕都在亮着的 都使用着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功能了 按着快速切换键 可以在哪些模式之间切换 它默认设置呢 是照片和视频之间切换 就是说你经常用哪些设置 都可以把它勾选上 这样它会在这几个设置之间切换 那我建议你呢 不要选太多 不然你按的时候要切好多下 比较麻烦 它只能循环的切换 大家可能最常用的就是比较着急用的 就是照片和视频之间的切换 可以快速的拍个照片 然后再切回来 也可以呢 我们一会把它存成几个自定义的拍摄设置 这样如果你是在几个固定场景之下使用的话 可以在几个设置之间来回的切换 然后确定好工作模式之后呢 我们可以调一下拍摄的参数 现在下面显示的是1080P30帧超稳广角 这是它的拍摄参数 视频模式的拍摄参数 你把这个参数上滑 就进入到这个模式内的拍摄参数选择 首先是分别率 现在最低是1080P 我们可以把它调高 调到4K 然后你会注意到啊 在这些分别率里面 除了有高有低之外呢 还会有两种的画面尺寸的比例选择 分别是16比9和4比3 那如果你是要拍横屏视频的话 就选择16比9的设置 如果你是要拍竖屏视频的话 你只要把这个相机竖过来 自动就是9比16的竖屏 是不需要在模式选择里面去切换比例关系的 然后呢 如果你是想兼顾着横竖屏的话 那我建议你用4比3的比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切到4比3之后呢 是这样一个状态 然后左右两边是有黑边的 这个你不用介意 然后你的构图呢 这样比较容易兼顾横屏和竖屏构图 就让人物或者主体在中心 然后想出竖屏版的时候呢 在后期转件中把左右两边裁掉 这样就是一个竖屏的视频画面 如果想出横屏的16比9的画面呢 那也是一样的 后期上下去裁剪一些 就变成了一个16比9的画面 比较容易兼顾 比较容易兼顾两种画面尺寸 然后下面是帧速率 这个有很贴心的提醒啊 因为我们的拍摄帧速率 快门角度和人造光源的灯的 电源和资数是有相关性的 如果不符的话 会有拍出来的这个灯光 或者屏幕闪烁的情况 那最保险的呢 就是你保持25和50的倍数 像这个设备呢 还有其他的大家那些很多设备 都是带抗闪烁功能的 就即使你设成了比方说60 就不是50和25的倍数 它如果识别到 有人造光源在闪烁的话 它也会去帮我们去做抗闪 但是有的设备的识别不是很准 光源的照射面积不大 可能没有正确识别到 那就还会有闪烁的问题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在拍摄的时候 注意一下 尽量使用一个 整25或者50倍数的帧率 如果不确定你的设备 有抗闪烁能力的话 注意这个设置 或者多注意监看 及时纠正这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像是你看它右下角 这个大疆的很多设备 像我手里在用的Pocket 3和Action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30帧类的帧率 比方说29.97 它虽然写的是24 30 40 60 120的整数 但其实它录出来的不是整数 是这样带.97的小数的倍率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有些的设备录的 就是30 60之类的整数 那你在两种设备素材之间剪辑的时候 可能会有帧率不齐 神话不对位的情况 这个我在之前的后期剪辑软件视频中 给大家讲过怎么处理 那你录制的时候注意统一各个设备的选项 点击下右上角 这是调整运动稳定镜头的变形修正的标准 就是把镜头的积变修正到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形了 下面写着修正到等效15毫米的状态 然后呢往上推一下 向到广角模式下 已经开始画面感觉到往回缩了一点 然后边缘有些变形是等效12毫米的视角 最后一个是超广 等效11毫米 但这个它不是通过光学的变焦啊 它是软件的修正 画面内容有变化 你看你的用途 如果你是为了多记录一些内容的话 你的拍摄角度要有一定要求 那尽量就选择广角一些 如果是记录生活的话 可能大家可以用标准比较多一些 然后左边是运动稳定 默认是超强增稳 可以开到 然后再加强一档 是超强增稳加 大家可以注意到 切换的时候 它的画面内容是有放大的 所以不是增稳开得越高越好啊 满足需求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软件的增稳 都是靠放大画面 裁剪边缘来 移动画面的中心对齐位置来实现的 所以你要牺牲画面的视野角度的 然后这个地平校正呢 你看到啊 它的地平校正的画面的内容 和超强增稳加是一致的 没有再牺牲大的空间 但是动起来之后会有牺牲 也是对画面是有裁切的 如果你的拍摄用途不要求 像有稳定器一样的 非常平稳的话 你可以使用超强增稳加就可以了 对画质有要求 你可以降低增稳的等级 尽量减少画面的放大 然后右下角呢 这现在写着一个 1.0X的11倍率 我们点击一下 这是镜头的推拉缩放 这样用手拖拽它 会有一点点的延迟 很像iPhone上的那种变焦推拉模式 然后右边有一个拍摄的参数设置选项 点一下增稳场景 它有几个增稳模式 日常运动 左上角都有提醒 跑步啊等等运动一些 需要消除运动模糊的选择运动 如果是拍Vlog日常拍摄 不需要消除运动模糊的话 可以点到日常 然后图像调节 就可以调节去皂和纹理 也是两边上下推拉改竖直 这个图像调节模式呢 不建议新手朋友们去尝试改它 大家保持默认就好了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这个Pro 进入Pro模式 选择余地会更大一些 曝光 可以从自动切到手动 然后调整ISO参数 手动调整画面的亮度 改平衡 调整色纹值来修改颜色 比如说你看让天空更蓝 然后这里有一个色彩 它现在默认是普通8比特 建议大家使用10比特 即使使用普通模式的话 也建议使用10比特 这样画质会更好一些 再向上切 有一个HRG的10比特 这就是HDR的模式 但是大家不要盲目地使用HDR 如果你的播放设备 和你最终上传的视频网站 如果是不支持HDR的话 那你其实做HDR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而且你用HDR的话 你整个后期都要用HDR模式来做 这个对新手朋友不太友好 然后下面这项呢 是D-Log M10比特 D-Log模式呢 你可以理解为 它的色彩信息 介于HDR和普通模式之间 也是10比特的 还是很建议使用的 之前很多新手朋友 比较困惑的点在于 D-Log模式在预览窗口下 是显得比较灰的 不太能够让新手朋友 确认拍摄的这个亮度颜色 是否正确 那这次的Action 5 Pro升级呢 它在这个D-Log模式下 增加了一个预览 把这个预览从关呢 我们打到开 大家可以看到 预览模式打到开之后呢 它其实是预览还原 可以在录制D-Log模式下 但是显示的是还原之后的 普通的色彩模式 就不灰了 这点其实很友好 设置好之后 这里会有10比特的彩色提示 后面是声音的收录 现在是没有连麦克风的 所以它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 机内声音的设置 单声道 双声道 然后呢 降噪 标准 强 不安 一般用标准就可以了 如果是强风天 快速移动的话 可以打到强 如果连接了外置麦克风的话 这里面会有外置麦克风的显示 而且连接了外置麦克风之后呢 上面会有一个音量的导向条 如果要连接外置麦克风 下滑 打开设置菜单 然后点击设置选项 找到无线麦克风 然后它这里只支持 大疆自己的二代无线麦克风 因为只有大疆二代的无线麦克风 是支持蓝牙无线连接的 其他的品牌的麦克风 和大疆的老款麦克风呢 都只能使用USB接口来连接 然后点击一下 按照它的操作 配对就可以了 然后可以看到电池的电量 还有内置可以录制多长时间 然后下面可以调节 监听的音量和麦克风的一些参数设置 这里可能比较重要的几个点 是录像的时候是否要同时内录 如果开启同时内录的话 它会在这个麦克风里面 再录制一份备份的声音 然后是否开启32倍辅点 那32倍辅点是这款麦克风的最高录制模式 如果你可能还会做一些后期的声音处理的话 是可以选择这项的 如果你不做声音处理 听起来音质是没有变化的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32倍辅点 就很像是视频上的dlog模式 可以记录更多的信息 比方说声音录的过曝 批掉了 你可以在后期声音软件里 你把它再拉回来 但如果你不做声音处理的话 并不会有特别大的音质上感官上的变化 下面是可以格式化麦克风里面的存储空间 右上角是声音电量 点击一下可以查看 剩余的电量百分比 然后左上角是SD卡的剩余存储空间 现在还能拍摄两小时35分 然后左边中间是进入播放模式 可以切换要播放的画面内容 然后播放之后 下面是可以选择播放进度的 右上角可以控制音量的开关 是否显示音量 然后播放多少声音 也可以在滑块上拖拽 而这个零形符号是打一个标记 像我们在做记录的时候 可能会同时拍很长时间不停机 那我们预览画面的时候看到这个地方不错 我可能后期剪辑的时候想重点用这个地方 那你要找的方便的话 在这点一下 把这里做一个高光标记 这样在大疆的手机APP里面 去可以导出这个标记点的位置的 同时你在录制状态下的话 单击开关机键 也就是这个快速切换键 也可以在录制状态下打一个这样的视频标记 然后再次左边侧滑 可以选择这个视频是删除 还是点一个收藏 回复回来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SD卡上的视频 有七个文件 你可以点击一下切换 查看内置存储卡 内置存储卡里面是空的 说到存储卡呢 然后侧滑 滑到第二页 这里看到两个存储设备 内置和外置剩余的空间容量 在这里点击一下 就可以切换存储位置 存储卡管理这里面 可以分别格式化内置存储卡和外置存储卡 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功能 是我们现在已经调整好的这个设置 你可以把它保存起来 存成一个自定义设置 然后通过左下角的这个模式切换 来快速切换 审划码是这样 我们先调整好需要保存的设置 然后从上面下滑 点击左上角这个小人 它是创建和管理自定义设置的 点击一下 然后点击添加 确认一下当前的设置 4K 16比9 50帧 超强增稳加 然后Dlog 其他模式自动 然后点击一下保存 存好之后 左下角现在这个状态就变成视频1了 最左边就有了一个这个自定义的设置 我们把常用的设置 像这样存成几个模板 然后还可以把它设置到这个QS 快捷切换的这个按钮下 把我们的自定义设置也添加进去 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快加按钮 快速切换我们的自定义设置 视频1 拍照 视频 视频1 剩下大家需要设置的可能就是 吸屏显示和开录后吸屏 还有机身收音备份这几下 吸屏显示是为了节省电量 它会在录制一段时间之后 屏幕就不再显示录制的预览画面了 它会变成这样 显示一个红色的 只告诉你录制的多长时间和录制的格式 可以切换一下显示模式 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呢 录制了超过5分钟 它就提示出现这样的红色提示 因为我的习惯呢 是各种专业设备 只要出现了红色的字 我都认为是报警 所以当时还很紧张 马上去检查机器要不要关机 那我个人会把它切换到这个白色 然后开录后的吸屏时间 默认是5分钟 就是5分钟后显示刚才我们设置的这个状态 然后这个机身收音备份呢 它并不支持所有格式啊 下面就是有详细的说明 开启之后呢 它会在录制视频的同时 才录出一条相同的独立的声音作为一个备份 也是存在这个运动相机的存储卡里的 其他的就是提示音了 我个人觉得这个提示音高啊 太吓人了 每次我一点设置的时候 公众场合所有周围的人都看过的 一般呢会用到低 声音小一些 还能有一个声音反馈 让我知道它已经确认成功了 不然如果是盲操的话 点一下按钮 一点声音反馈没有 也没有这种反馈 还是不知道是否调节正确的 尤其是带了这个保护壳之后呢 它的按键没有直接按机身 触感那么明显 其他就没有什么需要马上设置的了 建议大家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再调节其他需要使用的设置 以上就是拿到Action 5 Pro的新手设置导航 已经过热保护了 点不亮屏幕了 一点就是过热保护 饿了 吃饭去